哈囉大家好 那今天來分享一下這罐機油 可能蠻多朋友也知道 這是一款叫FOX的TITAN GT1 PRO C3的機油 那FOX這個品牌呢 就是一個德國算百年大廠了吧 他們也是福斯的供應商 那給大家先稍微看一下這兩罐 是目前FOX算最高等級的機油 是5W30的規格 對是5W30的規格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兩罐 覺得有沒有不一樣 那其實呢是有不一樣的 在這邊呢一罐是德國製的 那另外一罐是法國製的 在我左手邊這邊可以看到 Made in Germany 這一罐是德國製的 然後呢這邊寫的是 German Technology 這一罐是法國製的 但是它是一樣的油 所以其實從背面我們也看得出來 這邊 Made in Germany 寫一個小小 它有一個EAC的也可以分辨 那另外一瓶這邊就可以看到 它是寫Made in France Made in France Made in France 稍微包裝有點不一樣 前面的話就是從 這個Made in Germany 跟German Technology 可以看出來 然後可以仔細看是 它這個GT-1 它是不會反光的 有沒有 材質稍微不太一樣 那這一瓶呢 德國製它這個GT-1 它是會反光的 對 那其他部分 平身差不多都是一樣 上面有印Fox的字樣 然後旁邊一樣有 刻度 然後 底下 底下也是一樣的 就 這邊有告訴你 這是什麼塑膠 然後印上Fox 然後這邊有一個年份 大家其實買GEO的時候 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大家買GEO的時候 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邊 有一個 中間寫一個 二零 二零就是 二零二零年的 九月 那這個GEO就是在 二零二零年的 九月生產 那還有一個看法 就是 在這邊 DOO後面寫的 五四一零 就是指 星期五 第四十一週 二零二零年 所以這罐也是在 禮拜五 第四十一週的 二零二零年生產 那這罐 法國製的 其實它 本來應該也是有 但是因為 就比較模糊了 所以我這邊是看不清楚的 那 大致上 其他部分 這兩罐 就沒有什麼區別 然後 再過來一個就是 德製的這罐 它這邊 後面有一個 就是類似小小的標籤 各個國家的文字 那有些機油是會有的 那我是看這罐法國製的 它是沒有的 對 它是沒有的 然後這罐機油有名在 就是它是FOX的 XCL 就是最高等級的機油 然後 同樣的它也有 賓士 Porsche 賓士的229.51 保時捷的C30 福斯的504 507 跟BMW的Longlife認證 所以 這罐機油算不錯 有四個車廠的認證 然後 它也是C3跟SN等級的 機油這樣子 所以這兩個基本上 是一樣的東西 那主要就是產地的不同而已 所以 基本上這個機油在市面上 可以選購的價格 大概是150塊到200多塊都有 也不貴 不貴 所以 在選購主要的話 就是要多去注意它的這一個 製造年份 盡量是要 新一點會比較好 然後 再過來就是看它這邊 有沒有被拆封過 然後一般機油是這個縫的地方 比較容易漏油 那如果都沒有以上 以下的問題的話 就OK 好 那既然兩罐都有的話 我們就拆開來看看 它們有沒有什麼差別吧 好 那現在在我右手邊的是 德國製的 在我左手邊的這一個是 法國製 我們先拆 德國製的 它這個是鎖的蠻緊的 打開以後看到是有封膜的 而且封膜是完整 再過來 這一罐是法國製的 那一樣打開來以後 是有封膜 然後封膜完整 那我們把它拆開來看一下 兩罐都打開來 那我們就都倒一點點試試看 現在這一罐是德國製 現在這一罐是德國製 我們倒一點點就好 那這一罐是法國製 其實這樣比較也不是很準 因為每一批不同生產的 機油顏色會稍微有落差 但這樣看來其實是差不多的 那所以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主要是我在選的話 我是比較偏向於選這種 Made in Germany 的 雖然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一罐法國製 一罐德國製 可能買下來差沒有多少錢 那我是覺得德國品牌 德國生產的 我比較放心 而且又是德國人嘛 所以我在選的時候 我是會選這一罐 那給大家參考 謝謝